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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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去 可能 沒有人 我就可能 去 衝敵 我們的兄弟公 可能就把他的相反 都把他燒掉 我在等待的過程是 站在這個地方 那個 最近忽然間 就請那個公司 請我過來一下 突然被點名 他嚇了好大一跳 我想說 我問是不是我 為什麼叫我過去 不過是陪客 卻找上他 楊玲阿姨 滿鬧子疑問 這隻是在說什麼 來 手來 帝君那時候 他就從他手上拿著一根針 畫了一道符 就裝在一個紅包袋裡面 這是要幹嘛 我當時我也不知道什麼情況 當下 帝君說了這句話 天機不可洩漏 你一定要戴在身上 把他戴好 神明有交代 他規規聽話 結果過了沒有幾天 我就不然間 我四點多要出門的時候 我就跌倒 踩空跌倒了 我頭是撞到了 撞到滿嚴重的 上了年紀可真摔不得 這一跤摔得嚴重 頭上都長了個大包 他說怎麼那麼不可思議 因為像狀子那個後腦勺 還有那個力道 是一定會頭骨破掉 或是腦震盪 結果我只是輕傷而已 他心知肚明 怎麼回事 因為就在跌倒的瞬間 我的感覺是 我的人是 後面好像就是有人在扶我 口中的那個人 原來就是眼前的他 還記得 一根針一道符嗎 他那根針的意思是 帝君他有特別指示過 那個針 那算是帝君的兵馬 原來就是一場 預知的災難 那就是帝君知道我有一個災難 他提前幫我那個 幫我化解 說到底看似不起眼的針 其實就是楊玲阿姨的保命針 一段冥冥之中意外開啟 他跟帝君的神緣 披靜的小巷內 唯獨這一戶很不一樣 一群年輕人忙進忙出 原來這是一間隱身在民宅的宮廟 正在最前頭的 是今年才17歲的吳哲宏 本該是艾丸的年紀 但他身負重任 靜身接著隨著身體的搖晃 少年的表情看來有些痛苦 這瞬間原本說話有些深色的他 表情變得威嚴 對 公安 公安 降降的就是五虎將之一的趙子龍 這不到一坪的小空間 就是他辦事的地方 當初會指定來這裡開工祭事 背後藏著鄰居不想說的事 就是我們這裡樓上可能有人 意外掉下來 亡生 對 然後不然就是 屍體湊掉 長區的沒有人發現 到報警破門之後 才了解說裡面有一具屍體 對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還有上吊等等之類的 很多就是污名的事件 所以帝君才來這裡坐鎮 真是如此嗎 公主吳澤宏 一開始打死不幸的態度 可是強硬得很 我以前真的是不幸 到現在我已經真的非常服從帝君 小時候家人要他拜拜 簡直比登天還難 誰能料到他竟然會吃 神明飯 你要叫我拜拜 然後我就是會 心情有點不愉悅 就是因為晚晚就累 我就想睡覺 然後他就是 我就會去可能 沒有人的時候 我就可能去 去衝敵我們的熊隊公 可能就把他的相反 就把他燒掉 調皮的小男生 卻在國小五年級時 做了一個夢 可否同名 無難 場身 趙子龍 夢到一個白色衣服的人 戰袍的人 因為趙子龍他是 從以前他是穿銀色戰甲 對 然後就很類似這樣子 那場夢境之後 神明主動找上門訓機 國一時一次降價 他成了帝君的機身 還指示要開工 我覺得不可能 我絕對沒辦法 我不可能就是 為了一個神明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 拋棄我身邊的朋友圈 還有工作 愛完又重朋友的年紀 拿來的心思 放在神明身上 就連提醒注意的事 他都是左耳鏡右耳出 他有時候注意車關 因為神明不能謝天機 他能大概跟你說 假如說這個禮拜 或者是這近幾個月 但他偏偏就是不停 下班途中車禍 然後那台摩托車 已經撞到整個 真的整個車頭 就因為爛掉 沒有辦法騎那一種 是神明故意捉弄嗎 一件件不可思議 陸續發生 他意識到 事情打掉了 最後真的替帝君開了工 但少年玩心重 帶到機會 就偷跑去玩 我可能就是去外面 然後可是 他要的是 我在家裡休息 我不是 跑去外面玩 然後還外面玩之後 真的每一次 不用半小時 一小時 就真的電話來了 就有人在 有人來了 真的 只要說我在家裡 真的都沒有人來 氣歸氣 卻由不得他 怎麼辦 只好舉白旗投降 乖乖在家打坐修行 久而久之 他不再抵抗 也變得穩重 專心為神明服務祭世 不再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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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雲 甘膽相照 舍命救人的形象 身直人心 每當信眾遇上了難題 第一個找的就是帝君 有一天之後 我想說他半夜打給我 跟我說 我可以過來拜拜 我說 我就想說 我就很納悶說 好 沒關係 你來 沒關係 然後他拜拜 他拜一拜 拜完之後 他就在那邊就哭出來了 神明當前 藏不住行使 阿嬤很疼我 家裡最疼我 我就想說 阿嬤對我這麼好 我就想說 為他做有點什麼 那一刻 他最擔心的 就是最疼愛他的阿嬤 然後就肩膀痛這樣子 他想說 去診所就醫 打個針 就比較好 生病 又生病這樣正常的 好像不是這樣子 他總覺得 哪裡不對勁 他就送到急診室嘛 抽血 報告出來了 有新型感染的部分 然後又引發敗血症 然後就轉到家庫病房 顧美景天就收到病尾通知 這叫人怎麼接受 很難過 很難過 很哭啊 然後 就早上弟兄幫忙 他只有這個要求 就是說 能不能幫阿嬤度過這個節 因為我本身不是 不拿槍的那種 想說 我雖然這樣子要求他 會不會不會幫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會用圓層燈 然後請神明加持過 然後念咒 來幫他點上這盞圓層燈 點圓層燈續命 會有用嗎 阿嬤從家庫病房轉到 普通病房 然後現在書院在家裡 現在已經可以行動 不用問人家要協助 奶奶終究安然的渡過危機 這樣的結局 也許是神蹟 但跟風水 絕對脫不了關係 我們的八字要與這個 地方的風水也要合 就是假如說 因為每個地方都有 坐向之類的 不合的話就是會造成什麼 都不順 說到這個姓仲武小姐 她就深有感觸 上班突然間就是 腳不能動 怎麼會這樣 一開始是先修一個月 然後我起初其實也是 很認真地在做復健 就是幾乎每天都跑診所 然後出健科 我可能那時候就是連那個 提個那個 提個東西都沒辦法停 突如其來的不良運行 帶來生活不便 更別說是上班 積極復健之後 狀況是有改善 終於回去上班 那天才一踏入公司 就會莫名其妙 然後無意緊的又開始了 對 所以我就接二連三 就三次了 她招誰惹誰了嗎 一開始她就直接問我說 你一定是看了很多醫生 還來不及開口 帝君直接點出問題 她建議我就是說 要離開那個公司的環境 因為我們剛好搬 公司剛好搬新的環境 新的地點 然後她就是有指引告訴我說 就是當時你的巴士 可能跟那個環境 是有相抵觸的 是公司換地方惹禍嗎 她該怎麼辦 因為畢竟工作都那麼多年了 有正常的收入 突然間斷了正常的收入 當然也會 也會有點糾結 因為畢竟也 剛好要遇到過年 很掙扎 也有種莫名的感覺 你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明明知道 你就覺得 那個帝君他好像 就是要告訴你 提醒你了 那你也很嚴重的告訴你 就是說你必須要離開那個環境 舔了心放棄職場 最後得到的 卻是行動自如 還有健康的身體 或許有捨才有德 就是神明給他的課題